来看看沁润泽环保垃圾 顺氯液全量处理工艺流程 顺氯液经填埋区顺氯液收集系统汇集至调节池 调节池可以起到缓冲水量 调节水质的作用经调节后是氯液原液 水质化学需养量为8000-25000毫克每升 氨氮为2500-5000毫克每升 调节池顺氯液经提升泵输送至各顺氯液处理厂 均质池 进均质池前设置有带式过滤器 可初步过滤大颗粒悬浮物 均质池内设计有推流搅拌器 采用老龄肾氯液与新鲜肾氯液混合 调配进水的方式 可有效提高原水可生化性 通过可变频生化进水泵 精确控制生化进水流量 肾氯液依次进入两极消化反消化系统 在该系统中通过严格控制各阶段PH值溶解氧 温度 污泥回流比 碳氮比污泥浓度等工艺参数 利用微生物降解了水中的有机物与氨氮 生化系统中主要发生消化反消化作用 形成生物脱氮 采用短程消化反消化技术 在消化过程中 节省40%的碳元,减少35%污泥产量,同时具有提高反消化速率的优势。 经生化反应后,肾氯液通过超氯进水泵,进入超氯膜处理系统,超氯采用孔径0.02微米的管式超氯膜。 超氯出水,氢液进入氢液时缓冲储存,污泥则回流至生化系统一级反消化池。 生化系统污泥及微生物浓度,随超氯分离与回流不断浓缩。 采用间歇排泥方式,以控制污泥浓度,在15-18克每升的合适范围内。 排出的污泥经污泥储存池浓缩,然后经离心脱水至含水率少于80%,脱水后干污泥采用自卸式汽车运输至填埋厂,专区填埋。 上氢液则回流至系统再处理。 超氯氢液经缓冲关架酸调节pH值在6.2到6.5范围内,经超氯氢液泵输送至反渗透或钠率,进行深度处理。 氢反渗透或钠率物料膜处理后,将分离出清水和浓缩液。 氢反渗透产生的浓缩液则进一步处理。 依次通过钠率液处理。 高压反渗透再浓缩。 浓缩液进磨燃烧处理 浓缩液进磨燃烧采用填埋器资源作为燃料,在液体压表面增压进磨燃烧,并通过特殊的结构形成超微气泡。 超微气泡与浓缩液直接接触传热蒸发。 蒸发浓缩残渣连续排出,经离心脱水后,专区填埋蒸汽通过冷凝形成洁净水。 不凝气则通过尾气洗底塔进化后,达标排放。 经反渗透处理产生的清水,可与钠率产生的清水混合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厂污染控制标准。 GB16889-2008表2标准。 通过专用管道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放,也可用于厂区景观绿化,冲洗道路以及车辆,还可用于工业循环冷却塔补充用水。